中共國防部長 澳洲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馬勒斯 週日與中共國防部長魏鳳和 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峰會期間會面 這次是自中共與澳洲關係長時間緊張以來 兩國防長在近三年內的首次重要會晤 雙方進行了超過一小時的會談 馬勒斯表示 與中方就澳洲關注的一些議題交換了意見 針對台海問題 澳洲國防部長馬勒斯表示 澳洲的政策是幾十年來 一直都是澳洲兩黨的長期立場 前一日馬勒斯在新加坡安全會議首次在國際舞台發表重要講話 他譴責北京在南中國海加強軍事力量 意圖使用武力挑戰倫國主權的同時 透出澳洲新政府願意與中共共存共榮的微妙信息 中方目前暫時沒有對本次澳洲防長會表態 中共國防部長魏鳳和週日表示 兩國關係處於關鍵時刻 並稱改善雙邊關係取決於美國 所謂的能力 感谢观看